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好 我现在正要去韩国的爱宝乐园 当然了是学校组织去的 我的旁边正在施工 所以经常在家里感受到像地震一样 咚咚咚 表现这样就愁蠶空咖坞 多ких votוכ 幹什么 对 这是上次 invites 也是上次回到 大家好 今天的天气好,所以汉江也看起来很漂亮,对吧? 你们能看到这个远处的房子吗? 就像一座山一样,特别神奇 整体看起来也挺壮观的 像一座小山 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 然后现在发了票,后面是阿维马上聊五 之后就可以进去了 今天是星期一,但是怎么感觉好多人啊? 外面停了好多大巴 我现在进来了,但是现在怎么好多人呢? 今天确定是星期一吗? 我拿了一份地图,但是我觉得,我并看不懂 因为这种地图,我比较懵 今天的行程主要是这样的 先一起吃饭,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自由活动时间 我突然发现了这个 这是什么动物? 但是它的耳朵好像客机 好意思 哇,过山车 我坐还是不坐呢 嗯 你们看这里啊 有好多的银儿车 去找一个吃饭的地方 但是没有开门 下一个吃饭的地方应该在上面 去看一下 哇,走好远终于找到了 就简单吃个汉堡 我现在来排队过山车 希望能把这个过程记录下 所以今天特意带了GoPro 我下来了 现在 有点软 但是 还好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害怕 唯一的缺陷就是 它禁止拍摄 把我的相机给拿了下来 哎呀 今天的人太多了 看来怎么玩是有个相机 但是听说这里面有洞人 还是去静静的看洞人 爆烟啊 这里面听说有中国的大熊猫 这里面听说有中国的大熊猫 进来之后 我发现 确实不太一样 有一个专门的熊猫馆 果然地位不太一样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熊猫 好神奇 哈哈哈哈 好舒服啊 它在这 熊猫是需要安静的活性 所以它禁止大声的喧嘩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它在这儿 熊猫是需要安静的活性 所以它禁止大声的喧嘩 好舒服啊 我的天 我逛了好几个小时的动物园 我得走了 很累 现在已经快到下午4点了 但是这个人 丝毫没有减少 我现在只想吃个炸鸡 来完结一下 突然 看到了这个 我要回去吃饭了 今天好累啊 各位吃播剧